薄薄的铁皮在狂风暴雨下化身致命武器 不止停车场的车就像靶子 随风摇摆的电缆还可能被压断 造成更大伤害 超级台风马娃以最大风速 每小时225公里横扫关岛 风大到连气象局的侦测仪器都被摧毁 当地电力公司为以防万一 一度指向岛上5.2万名客户中的1000人供电 造成气象局也一时无法追踪台风 此外马娃台风也带来惊人雨量 根据日本与英国气象单位预测 马娃台风预计在5到6天后接近巴士海峡 并且开始转向 目前还无法判断对台湾影响会有多大 同时台湾南部的菲律宾也将感受到风雨 尤其当地雨季将到来 旅宋岛北部的军警已经严正待命 准备大量沙包做好防灾准备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